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南投县政府老人甲牙补助今年第二年推出近5000万元经费不到三个月就用尽,让不少来不及申办的县民感到错愕,而在于持乡公所今年补助装甲牙才要在4月开始受理申请,经费只有800万元,比去年1500万少了近半,外赚因相产收入减少所致。 不过公所表示,去年已有不少人受惠,今年评估实际需求采略做调整。 南投县政府说,一般护老人甲牙补助,是年满65岁就能申请,去年不限群口半口甲牙,纵使是班车也能申请,今年则只限群口半口甲牙,但去年有不少民众来不及申请,累积了许多代办件数, 以至今年元月开办后,申请数量暴增,到3月12日经费就用完,初步统计今年会有1200人受惠。 于持乡长程锦伦说,乡内老人甲牙补助并未局限群口或半口,只要年满65岁,涉及一年就能申请。 补助上限则是4万元,去年是首度开办,金额才会定的较高,今年评估现幅补助于去年受惠相亲后,才会调降经费,与相库收入增减无关。 呼吁民众即早申请以免向余。